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不知道觀眾朋友是不是都跟我一樣 冰箱裡面一定會有杏鮑菇 那我們今天要來教的是 杏鮑菇的料理 我們邀請到的是Eric老師 老師好 姿莉好 杏鮑菇這麼簡單的東西 可以做一道特別的料理嗎 對啊 因為現在發覺現在吃健康素食的人 素食素食的人越來越多 不過杏鮑菇確實是一個好食材 我們家冰箱裡面幾乎就是 always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什麼菜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杏菇沙沙醬 沙沙醬很稀式耶 對啊 趕快趕快 好興奮 對啊 因為現在的話就是天氣越來越怎樣 越熱的 吃一些這個清淡的 而且有一點開胃的東西 而且沙沙醬小朋友都喜歡 對 好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材料 很簡單 就是煮材料它是杏鮑菇嘛 那我們沙沙醬它的材料的話 我們就是今天用這個番茄 新鮮的牛番茄 對 然後這個洋蔥嘛 然後放一點香菜也不錯 還有蒜頭 很簡單 九層塔 我是加了一點番茄 那其實的話我們放番茄 那你因為番茄它是酸的嘛 那你可以說現在的那個鳳梨也可以 那你是說鳳梨加番茄還是說 對鳳梨加番茄 放一點鳳梨番茄這樣 對 這樣子也可以 不錯 現在鳳梨其實大概長年都有了 沒有什麼季節性 對 然後我們沙沙醬調味我們放一點黑胡椒嘛 還有這個辣椒水 這個辣椒水下去 對 就這麼簡單 對 好 那杏鮑菇我們怎麼處理啊 杏鮑菇的話一樣喔 我們市場買回來的話 我們就是 選 粗一點的 粗一點的 因為煎的話它會稍微縮縮嘛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會選稍微粗一點的 對 那我今天呢 有一個這個是拇指的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擺盤嘛 就是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那如果呢 你看喔這個時間一定會不一樣 是是是 對 那一樣我們都做乾煎的 好 那我們杏鮑菇呢 我們今天要把它煎成這個 像干貝一樣的 它確實喔 就杏鮑菇有時候吃起來 其實有時候像 那個口感像干貝 像鮑魚 對 好 稍微把它切一下 喔 切斷 對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有拇指型的對不對 對 然後呢 這樣直接下去煎的話 它的這個 味道 它進不去 這樣子的味道進不去 所以你就要教我們什麼刀工了 那我們今天一樣 我們就是教 我們把它切十字的 十字 對 就像我們切那個魷魚花刀一樣 十字的 所以深度要稍微比較深一點 對 因為我們今天的杏鮑菇切的這個厚度其實比較厚 對 這個應該差不多有兩公分左右 對 切起來它就是這樣 一面就好了 對切一面就好了 就好像那個干貝一樣 對 不過你這樣子一講 又好像又覺得它又有一點點像山藥 對 都是白色的 對啊 所以這樣子大概切這個 距離差不多是0.2左右 對 就把它十字交切這樣子 嗯 這樣其實大概不難 對 對 我們切一面 然後直接下去煎 對 所以除了 到時候煎起來其實除了好看以外 還有就是說它那個調味料進去 那個 會比較夠味一點 對 那然後這個呢 我們就怎樣 就不用了 就直接這樣就可以了 下去煎就可以了 對我們就不用去浪費它 那記得 那這個 這個BABY的怎麼辦 這個BABY的我們就直接下去給它煎就可以 所以也不用切 對 那簡單簡單 那我們就放一點點的油 好 用噴的就好了 對噴的 好 油量非常少 我們把這個呢 有這個紋路的我們先放下去 然後呢 如果說家裡有油刷 我們就沒有油刷 我們就稍微把它稍微 哎呀 聰明啊 把它拌一拌 那一般家庭主務都比較容易 好 這個就給它下去 就是把杏鮑菇當作油刷就對了 對 然後呢這整個呢 一樣 我們就給它下去 那這樣其實時間就差不多了 對 好 那接下來的動作我們 接下來 這個就讓它煎嘛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做什麼 做這個沙沙醬 做沙沙醬 做沙沙醬 來 給你一個這個容器吧 對 好 那其實做沙沙醬的話 如果說你要方便一點的話 也可以怎麼做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直接切切切用拌的 用這個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你家裡有可以用拉的 也可以 一拉轉 都可以用 好 就是因為我們所有的東西都叫碎碎的嘛 對 好 那我們今天用切的 像這個 像我們這個洋蔥嘛 洋蔥的話你看喔 像它這個的話 才有粗 有點乾掉 對 這有故意留起來 因為一般的家庭 主婦媽媽都不知道 這個就直接把它切下去做生菜沙拉 其實這個呢 口感吃起來會怎樣 老老的 這起來有喔 一家 看它這邊喔 這邊的話它吃起來就會怎樣 比較粗糙啦 對 台灣的話就比較粗糙 這個的話我們就大概 拿去熬這個 熬高湯啦 或 不是丟掉啦 對就不是丟掉 或者是說我今天要滷牛肉 我就直接放下去 這個呢 我們今天把它留起來 生吃就比較不適合 對 這個我是故意把它留起來 嗯 所以我們就留下來 對 可以煮高湯用 對 那我們就選擇就是中間比較嫩一點的地方 對 然後呢 我們再切嘛 對 就順著它這個紋路下去切 這樣就不要斷 欸 只切沒有全部切斷啊 對 沒有全部切斷喔 我以為老師要先切成一條一條的 對 然後再把它切 有沒有 對 這樣比較聰明 對 切好我們就給它放進去 然後到這個地方呢 我們再來做修飾 對 沒有切斷我們再來做修飾 所以前面就省事很多 對 不用在那邊排整齊 對 這個是一個好聰明的方法 就大概切三四分之三 沒有把它切斷 而且這樣切出來 它會比較漂亮 對 大小也比較均勻 對 就留一點點尾巴 對 把它當作一個固定 對 所以這個切菜的手法 其實有時候還是老師教了我們把它學下來 對 那當然如果說有那個易拉轉 就直接拉一拉就可以了 對 這樣有時候你怕拉的話 我們就直接用易拉轉來拉 對 上次有一次我女兒學校要做功課 就是好像那個澳洲的那個藍帶 這個還沒有 因為每一顆它的受熱 都不太一樣 對 不過有切開之後 你看它一切了之後 它就整個就是打開了 那到時候那個醬料應該會比較會進去 好 洋蔥切好了 那我們的番茄 聽到那個食物在鍋子裡面的聲音 番茄的話 其實的話我們自己在家裡吃 我的建議就是直接把這個什麼 蒂頭 對 去掉以後對不對 那如果說我今天怕說食物都切的 沾板都是 那我們今天準備一個神器 我們就用這個易拉轉來給它拉一拉 那如果要拉的時候呢 我們裡面還有什麼 蒜頭對不對 對 你就一起給它下去 這個我們最喜歡了 對 全部一起丟進去也不用刀工 對 好 那蒜頭 蒜頭稍微會先給它拉一下 對 你看 有沒有 它拉出來以後它就怎樣 有的 對 大小其實不太均勻有沒有關係 這個的話 我們等一下再下去把它拉的時候它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我覺得麻煩的話 其實我剛剛洋蔥應該也是可以進去拉吧 對 然後我們的番茄 番茄先切小塊 對 這對我們來講是最簡單的 這一般的話 媽媽的話家庭主婦是比較簡單 對 那洋蔥也可以 洋蔥對啊 所以如果說剛剛其實也可以把它全部一起放進去拉 對 不過老師剛剛真的很好 教了我們一個切洋蔥 切就是小碎片很好的方法 有沒有 你看其實這樣是滿漂亮的 對 而且不會切的整個沾板都是 對 對 那至於說這個呢 像我今天是有加了這個 香菜 香菜 那香菜的話我們其實也可以把它放下去拉 對 所以老師現在是要把它切碎加進去 對 不過對啦 因為番茄如果說剛剛假設是在沾板上切 對 整個就是那樣子會糊糊的 對 哇 香菜味道都出來了 還有Pasili 對 Pasili 還有這個 我覺得台灣的香菜的味道還是比較香 對 那國外的那個叫羅勒 那味道好像 不知道是氣候的關係還是什麼 比台灣的好像有一點 沒有台灣的九層塔那麼香 對 所以我如果沒有用的話 那其實也沒關係吧 對 好 那我們切好的這個呢 我們就直接把它放著 那這邊有一點那個什麼 這個是那個也是香菜的 香菜 比較中心的地方 中心的地方 等一下如果我們要擺盤什麼都可以把它用下去 把它先留下來 對 擺盤是老師的重點 所以最喜歡看你端上來的菜就是那樣的 整個看起來就是賞心悅目 沒有啦 其實做菜的話就是第一個自己要有興趣 對 自己有興趣的話做什麼菜都好吃 所以我們就是該要學一下你的擺盤的技巧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你看 比剛剛又更焦一點點 對 有沒有 它其實上面已經開始出水了 對 我們再放一點點的 再放一點油 下去 所以油就是看狀況 然後適量再去加就好了 對 不用一次先加太多 對 好 那我們再一樣給它煎 給它煎 你看這個鍋子 它就煎起來 這個好像那個 新鮮那個干貝的感覺 對 樣子很像 對 因為老師切了大概兩公分的厚度 對 這一面再給它煎一下 好 那再來我們調這個沙沙醬 那 我洋蔥的話 洋蔥的話我是另外切 那其實我們就直接把它怎樣 放在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呢 你也可以怎樣 把它的那個調味 就調味都直接在這裡面調就好了 對 在這裡面調就好 那我等一下那個帕西里跟九層塔 我們等一下最後才加 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準備調味 對 那我會放 趕吃辣的我們放一點這個辣椒 辣椒水 對 還有黑胡椒 如果我用台灣的辣椒醬可以嗎 那個也可以 就是台式的這個沙沙醬 對 黑胡椒 加一點黑胡椒 對 那老師剛剛提醒我們說 其實還可以有一點點那個 鳳梨 鳳梨也可以 對鳳梨沙沙醬 吃起來就會說 那如果有番茄醬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點番茄醬 好 放一點點的糖 一點糖 就中和它那個番茄的酸味 對 那鹽 還要一點點鹽 對 如果有番茄醬嗎 番茄醬的話 我們在台灣一點番茄醬 好 番茄醬我找一下 對 來 剛剛那個 來 哇 你看這個杏鮑菇 來 番茄醬 好漂亮 這需要多少 好漂亮 番茄醬的話我們就 適量就可以了 好 所以等一下還是讓老師去加囉 好 差不多了 來 番茄醬 那番茄醬的量 我們這個的話 大概一小梯的量 對 有時候如果說 小朋友吃麥當勞 然後那個薯條沒有用完的 對 其實那一包下去其實也可以 對 有時候每次買那個薯條的時候 然後它不是會附好幾包醬嗎 對 有時候我就會把它留下來 哇 好節省喔 對啊 那像這種狀況的時候 我就可以把它左轉加一點 還有這個我們 我們放一點那個檸檬汁 這個是 對 放檸檬汁 老師剛剛擠準備好的 對 好 那一樣喔 我們比例都是1 番茄醬1 這個檸檬汁1 跟番茄醬的比例是一樣嗎 對 那個口水 聞到那個檸檬的味道 那個口水 都已經開始分泌了 好 想說我們就直接怎樣 再給它 拉一拉就可以 對 這樣就不用拌了 對 輕輕的這樣 這樣更均勻 對 這樣就好 哇 你看 它整個那個味道都提升出來 借我聞一下 對 好香 好 來我們後面 但一般外面其實有在賣那個 罐裝的沙沙醬 對 不過我通常不太去買 其實這樣自己做很方便 對啊 如果說真的你不要刀工的話 我們就建議就直接跟洋蔥什麼下去 對 你看兩面都已經上色了 對 好漂亮 這樣 哇 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蠻愛做杏鮑菇的料理 對 它不管加什麼 就算乾煎其實也很好吃 對 好 那你看我們這個干貝有沒有 嗯 煎出來這個干貝 它是蠻漂亮的 有沒有 沒有 像那個杏巴菇好像干貝的感覺 所以我們是不是已經差不多可以 對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把火關掉 來 老師準備了一個大盤子 好 然後把我們的這個 沙沙醬 對 跟我們剛剛拌的這個什麼 Pasili跟那個香菜 對 我們就直接給它放下去 對 放下去 進去之後就 就是稍微用湯匙拌一下就好了 對 因為老師剛剛其實 來 我來了 好 剛剛已經切得很碎了 好 我們就直接怎樣 這樣下去給它拌 這樣顏色好漂亮 紅的綠的白的 對 稍微給它泡製一下 那我今天擺盤的話 我還會用到這個櫻桃 櫻桃 蘿蔔 我想說櫻桃 再切一點點櫻桃蘿蔔下去 櫻桃蘿蔔是要擺在旁邊 對 配色的 不過這也可以生吃嘛 對 這個也可以生吃 所以很多食材其實真的是 要知道要在哪裡買嗎 這個櫻桃蘿蔔 有機店會有嗎 有機店 不然的話就像我們那個大的 百貨公司的超市都會 對 因為這個比較一般市場 大概比較少見 對 好 再來的話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做底 這個我們沙沙醬 真的我好像 琴佩自己 有時候做菜就是這樣 做好了之後聞到那個香味 就覺得自己好滿足 他把它當作底 我以為它是要放在旁邊讓它沾 給它做底 老師在擺盤的時候 真的很像在對待一個藝術品 看起來好漂亮 把它擺成橫的一條 對 再來 再來 再把我們煎好的杏鮑菇把它擺上去 都縮小 所以難怪老師剛剛說 杏鮑菇大概要買差不多這麼粗的 對 有時候在市場倒是 如果它是一整袋的 就沒有辦法是這麼粗的 對 所以它可能是要讓我們單獨買的 大概你看一條這個 對 就可以了 三個 滿了 滿了 所以那個頭的地方就另外擺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的一個 Baby的杏鮑菇 粒在旁邊 對 原來老師是有設計過的 難怪剛剛一定要特地選一個大的一個小的 看一下Baby 給它擺這邊好了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一個香菜的那個中間那裡 對 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 櫻桃蘿蔔 對 我幫老師準備一下 以你在擺盤的感覺 等一下盤式旁邊一定要擦得非常的乾淨 對切一下 對切一下 然後我們再用食用花 這邊的話有這個 這什麼花啊 這個是食用花 好漂亮喔 喔 這像花園了真的 這個花園 對啊 像花園了 那一點點這個 芽菜 這個在有機店可以買到 對 好漂亮好豐富啊 這個等一下如果要吃的話 我看家裡的人可能會不知道從哪裡下手喔 蛤 真的 太漂亮了 捨不得去破壞它 然後我們再 一點點酸膜 這個是什麼東西 酸膜 酸膜 對 所以有時候大家去市場或去油機店還是保護公司 如果看到這類的東西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有需要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知道要在哪裡買 對 如果你刻意要去找的時候 有時候還挺辛苦的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旁邊擦一下 對 因為它這個沙沙醬的話 它會出水 對 出水是因為番茄嘛 還有洋蔥 然後你把它拉過之後 其實它就會出水 對 那其實的話 像我們這個 這一道料理 你也可以搭配一個那個 法國麵包 把它烤過 對 上面旁邊 對 它可以那個沙沙醬直接沾在上面吃 對 烤過的話 或是小朋友喜歡多粒多汁啊 對 也可以 就把它擺著 另外放一個籃子把它放的一樣 對 哇 好漂亮啊 好美的一道菜 對 再一點點這個 讓人家覺得捨不得去吃它 綠葉的東西 這邊再把它擦一下 對 好 旁邊像森林 對 對 中間像花園 OK 好美的一道菜 我們這一道是叫做什麼呢 來 我們這一道叫杏菇 佐沙沙醬 杏菇佐沙沙醬 完成囉 來 又是四吃時間 對 我先單獨試一下這個沙沙醬 對 因為沙沙醬一直是我從來沒做過的醬汁 一點點辣 對 因為我們有放那個辣椒水 對 對 不過這個辣度我還滿喜歡的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個杏鮑菇一定要再加上一些 對 加上一點那個沙沙醬 所以老師剛剛講說 還可以再加上鳳梨 對 鳳梨的話它顏色會更繽紛一點 加一個黃色的 對 現在的鳳梨本身它的那個品種都非常的甜 那你甜中的話 就可以帶出它那個酸味 對不對 綜合它那個酸味跟那個辣味 對 好吃 好吃 等一下下節目這一盤我的 真的嗎 對 好開胃 然後好爽口 謝謝 非常好吃 謝謝 然後老師真的是花系列老師 擺著這樣子 好繽紛喔 真的 你的菜都不知道要從哪裡開始下手 真的嗎 那從哪邊 其實的話自己喜歡從哪邊下手 就從哪邊下手 也對啦 如果像這一道的話 我們還可以搭配像我們 一般的化果麵包 或者是我們吐司烤一烤 就直接這樣沾著吃 剛剛節目中老師有聽 對 所以小朋友如果喜歡吃多粒多汁 對 或者是烤麵包 其實可以把它直接 沾在這上面 對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道是叫做 杏菇做沙沙醬 哇 非常值得大家在家裡做的一道菜 希望大家趕快開始動走做做看囉 蔬食夠健康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